大家好 我今天寄這個email給那個 中國的領事館 我告訴他們 你們賴媽媽在台灣被人家欺負的 那個夫家三人都被夏代樹一家謀殺死了 所以台灣政府也不理會 你們是不是應該派一些打手來修理他們 還有台中的市長 也是他們的情景 還有連總統也都不理會 這些人都欠揍是不是 還有這個叫Sandra de Villamacu 在美國專門找中國女人強姦 美國人也不理 所以你們是不是也應該派打手來 你看這些國家都不理會 就是把人當成草木一樣 所以我是叫中共 因為中共出手比較狠 感覺是這樣子 好 謝謝 還有這封信是寄在美國 就是要是有什麼法官判錯什麼案件 你要去投訴就到這裡去投訴 我也把爛媽媽的案件在這裡投訴 因為我寫信到聯合國去 幾次了 2022年開始寫信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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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已經 就對2020年就已經 又為一些案件寫信給他們 還有今年我也有寫 他們都沒有回我 所以寫到這裡去 希望他們也可以 希望這個國家還至少有一個人在看案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 就是我已經聯絡寫了幾百封信了 我也不曉得 也就是這裡的人也很懶惰 我知道他們很懶惰 這些強姦犯在這裡 強姦十幾年 我也是想把他們趕回印度 已經十幾年 2019年我就被 2019年開始我就被 這裡的媒體封殺了 而且網絡也封殺我 因為他們不想偵查案件 他們說只想偵查有錢人的案件 所以我從2019年開始一直投訴 然後2022年白宮寫了兩封信給我 一封信是拜登親自簽名的 他說他會follow up我的案件 所以我就繼續再寫了 還有一封信我應該 這幾天也會寄去白宮 叫他們follow up ok 除了爛媽媽的案件 還有一個叫 安娜西班牙人是被謀殺 判為刺殺的 這個我也有一點在跟進 好吧 有幾件案件我在跟進 可能你們不太熟悉 你們在台灣 好吧 今天就到這裡了 拜拜 對 不應該是 是 那 幾天 我們 他說 你 對 從